那怎麼給樣式呢 當然你如果第二次做的話 就不需要再新增一個CIS 不是說一個樣式就一個檔案 不用啦 你就是一個檔案可以放很多樣式 所以我如果要產生第二個樣式的話 那我怎麼做 比如說針對這兩個名稱好了 做什麼樣式呢 也許我大概把那什麼 深藍色的底 淺藍色的字顏色好了 假設這樣好了 那我如果要變出這個樣式呢 目前有沒有這個樣式 在CSS裡面沒有 只有標題 你不能套用變這樣 不是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 套用一個新的 那你特別需要 請你在 CSS裡面做一個什麼 新增什麼 新增 CSS規則 OK 如果我要再新增一個 針對這個名稱 去做 一個新的 樣式的話 OK 一 一樣到CSS裡面 新增 CSS規則 不要不要找錯 因為我發現 這東西其實真的要熟 因為很多 同學看我做一片 好像很順 奇怪自己做 好像處處都 感覺 好像 所以有時候 去旅行也是一樣 你去到的地方熟悉 你那不用閉著眼鏡都會 但你第一次去你就覺得 那個 不過我發現現在 蠻好一點 網路上YouTube很多 很多人都會拍影片 然後呢 告訴你怎麼 怎麼去那地方 那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把影片拍下來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你們 以後一定會 一定會忘記 你就回去看一下影片 保證一定做得出來 如果看影片還做不出來 那就沒辦法了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 新增規則 接下來他一樣 會 編輯這個規則 他一樣 再跳出來 那我們要先 新增一個樣 一個類別 那類別名稱 針對名稱好了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給他一個 一個類別名稱 又有叫名稱 好啦 反正 我特別注意 取中文取英文都可以 一般書裡面是習慣用英文 我是 為了教學方便 我們用比較大家熟悉的 名稱 他的名稱叫名稱 感覺有點 放在哪裡 特別注意 你不要說再新增一個 不用喔 記得就把它放在 幫我放裡面就好了 OK 你不要再另外再產生一個 按確定 那我要做什麼呢 針對這一個樣式 我要 字也許二十四就好了 然後呢 他的 顏色 假設我要是淺一點的 藍色 底色背景呢 我要是比較深的 藍色 但我只是 大概的一個樣 套用一下 OK 把它確定 確定完之後 他現在 的 規則 還是在標題 我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因為我剛剛已經 新增了一個 CS規則 名稱 叫做名稱 名稱叫名稱 有點繞 就是 出來了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把它 套用上去 好 套用看看 這個時候看看有沒有OK 那我那個樣式的話是 我看一下 標題 把它改一下 改成這個 有了 OK 所以你這個時候呢 把它換一個 CS樣式 他就幫你套用上去了 OK 就這樣啦 所以以後呢 你要 什麼樣式 你就是 先建立一個樣式 然後就是 套用在 你要的文字上 特別之外 CSS 不是只能夠用在文字 只要是你網頁上面看到任何東西都可以 像比較常用的什麼 按鈕有沒有 一般我們那個按鈕以前都是四四方方非常難看 可是你會發現網路上的按鈕都非常漂亮 甚至可以做的影像 或者正式做圓角 那都是用CSS做出來的 所以反正的你要把網頁變得很漂亮 可以做一些像什麼一些遊戲的話 遊戲要做那麼漂亮一定要CSS 所以呢 做遊戲產業裡面 CSS的樣式這個 需求設計師一定要非常的熟 否則的話你可能做不出那個遊戲出來 有沒有有些東西 為什麼在網頁上可以做遊戲 其實背後都是靠CSS在運作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對CSS 想要深入了解的話 我是建議你